比較清晰和有效的一個阻嚇的作用 因為這一年停牌初犯 我們就覺得很多危險架勢的人士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因而有危險架勢 如果再次的話 如果他只是兩年或者更短的話 其實對於危險架勢的錯誤行為 那個警惕可能是不足夠的 所以民主黨是會繼續支持鄭家副議員的修訂 湯家驊議員 簡單解釋一下 其實這裏的修訂跟剛才一樣都是有點矛盾的 大家的矛盾就不是那麼嚴重 矛盾的地方就是 在鄭家副議員的修訂 災犯的時候的刑罰就是五年 就會跟危險架勢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以及引致他人死亡是同等的刑罰 在法理上危險架勢當然在案情上 是被危險架勢引致他人受傷或死亡是為輕 但注意到政府的處理方面 我剛才所說的兩個罪行 引致他人傷害和死亡的刑罰是列為同等的 所以我覺得是有少少矛盾 但不至於我們要投反對或起權票 所以我們繼續支持